以前不是都做一大塊然後再來切 這是哪裡 怎麼有的吃又有的玩呢 走出戶外還能看到一整片的花海 這就是在慈善客家園區裡頭 本來花海旁邊的年米工廠 在早期是純粹工作用 不開放給民眾參觀的 如今這年米工廠已經煥然一新囉 18號下午正式進入經濟部認證的觀光工廠 晉升為花東第一家國家認證的觀光工廠 今天是在我們農會在老米家 很老的米場有辦法把它轉型到觀光米場 這要感謝我們上級單位 由我們農會理解是大力的支持 還有我們總共是以他們的團隊 那麼認真的一步一腳印打拚 今天讓我們古早的米家 轉型到今天觀光米場 謝謝各位 這個是東台灣的第一個 也是全國所有年米場裡面 第一個觀光工廠 我們期待這個轉型 能夠將來不只是米 可以越做越好 我們可以讓更多的人來體驗 帶動更多周邊的這個效益 這新面貌的觀光年米工廠裡頭 有著各式各樣好玩的DIY體驗 只看見民眾玩得捨不得放下手中物品 跟鏡頭打招呼 而現場直接做出樂乎乎的蛋捲 這次讓所有民眾吃得頻頻點頭 這樣新奇又好玩的慈善觀光年米工廠 日後將會提供給民眾一個 充滿感性又知性的休閒場所 如果錯過18號觀光工廠接排活動的話 下回不妨趁個假期走走吧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 好 好